我們問一個今日公佈業績的308港交所 這個盧先生來的 他就519元買的 他說今日業績可否可以炒上去呢 港交所是很少炒業績的 因為老實說 太透明了 沒錯 港交所你講最大的業務 來自IPO 來自一些成交 或者一些譬如是獻生工具 基本上你每一天來講的數據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說以分析角度來講 基本上拿著這些每日數據 去預測業績 通常那個落差不會太大 所以通常你說港交所出業績 對股價無論是升也好 跌也好 影響不是太多 但如果你問我 以一個中線來講 我覺得都未必是差的 當然大前提就是希望港股 整體的氣氛好一點點 才可以吸引到一些公司來香港上市 否則你就好像近期一樣 人類美股不斷破頂 港股又大落後 股值又低那麼多 對很多公司來講 港股就沒有了吸引力 亦都解釋到 為何近期港交所股價 比較是暗一點點 所以你問港交所 就不用看業績 基本上就看來 你看到市場氣氛好 或者多些公司開始有消息 說來香港的 代表去申請上市 到時就可以去到 買回多一點 或者到時股價就有機會 會重拾聲勢 嗯